NONO的心情怎麼樣 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啦 還是過得不好 你們還有聯絡嗎 有啊 最近還有聯絡 有啊 為什麼不聯絡 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嗎 下個問題 你有問題嗎 我們新加坡都報導了 李國皇來胎 遇百年強症 老婆瞎哭 讓NONO過得不好 還是好兄弟 新加坡是幾乎沒有 那昨天是你這輩子 遇到最大的地震 是最恐怖的一個地震 昨天早上是8點08分的時候 被我老婆的哭聲吵起 他已經好久沒有抱著我哭 然後在台發生了強症 連新加坡喜劇天王都收盡了 李國皇為了直播帶貨 來台待六天 殊不知天王掃就被地震 嚇得咪咪貓貓 對 他就嚇到了 我完全沒感覺 在信義區 他說 怎麼辦 怎麼辦 昨天晚上我泡一缸的水 沒有把它弄掉 那個水就整個都流到地上了 我就說 哎呀 不要緊了啦 因為我試了啦 一分鐘過了 對 一分三十秒過了 還在搖 那 那個時候開始是在想怎麼辦啊 曾厚宇帶老婆來 因為有什麼事的話 小孩還有一個人照顧 對 那如果兩個都出事的話 那我三個小孩就 就怎麼辦啦 所以就是搖到很厲害 然後搖完了之後 沒事了 沒事了 然後就跟你講沒事 沒事才講這句話 然後就上車的聲音來了 所以他更怕 他就哭了 對 然後沒多久 又開始震了 對 然後一下子好了 又開始震了 就好五六次 對 哇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在思考很多東西 就是 突然間 突然間成熟起來了 房子是誰的啊 小三怎麼辦啊 小三都有安排好 都有安排好 就是我不在 朋友會幫忙照顧這樣 然後就想說 哇 這三個小孩 要被增財產了 這一次回去 就會把遺書 謝謝 真的 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國家 正在提倡先立遺族 你是三個小孩都會平分 還是誰給比較多 誰給比較少 你幫我這樣說 遺產到底有多少 有沒有算過 上益 上益有嘛 想到我好像真的快走了 好像我時日無多 現在我們一般新加坡 都用傻的 都用海的 我覺得我會傻 黃哥還活得好好的 不要這樣 沒關係啦 人家有上益 要煩惱 我們不用煩惱就走了 沒有啦 上益 沒有嗎 應該有 我們寫 台幣還是新幣 沒有啦 美金啦 沒有啦 真的會是錢 開玩笑 你們不要亂來啦 經過昨天的地震之後 你會發現到 有錢就要花 你要享受深度 我享受當下 敵國華和NONO 曾合作過電影做人 因此擁有好私交 而NONO 2023年被庶民女性 指控性侵 不僅不道歉 承認 直進開聲音演藝圈 以朋友兄弟的立場 還是覺得 該面對的 玩出來的 這個我覺得是 最好的一個解決方法 好沒有用 這本來的關係是 好兄弟嗎 對 對 我來金馬的時候 我在那個隔離 他就可以在樓下來看我 然後我一出隔離出來 就是武師啊 武龍啊 帶那些來 歡迎我出關啊 講真的 我們憑良心講 莫哲良心講 有幾個台灣藝人會這樣做 經驗